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PAC 这个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这个是我双建论股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一位 JoinMember所问的股 这只股我也是很久没有去留意了 想不到它现在已经是跌到 跌破11块,今天是跌破11块啊 收大概就是10块9 已经是跌破11块了 在12块左右的时候呢 有一大堆的套牢盘 那时候应该是很多朋友去捞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越捞了就被套 现在它已经往下掉了 形成这个LOW 一个底 今天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老实说还不算是止跌 好像又止跌了 但是我们要确认信号 我个人认为呢 我觉得最好才是等这个第二只脚吧 HIGHER LOW吧 好像很多股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太急做去捞的话呢 随时会被中套的 等到它确认 HIGHER LOW的时候 再考虑吧 你看这边很多套牢盘啊 OK 再加上这个政府又要 呃 经验之类东西 很多政策 又很多走试验 这个才是看定点来吧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便宜 OK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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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